特地委員會提出將來改革方向,我個人認同 因為自資院校應該有生存空間 從香港宏觀的發展角度 香港應該很勇敢地將自資和公立學校結盟 一起做好香港的餅 意思是香港的公立大學比較集中研究為主導 自資院校應該是根據市場需求 訓練學生滿足的勞動需要 但自資院校現在有很多 一定會面對狀態 很不需要用以下四個字叫太弱流強的狀態 但如果這些院校太小 亦會影響學生本身的學習 我知道有些院校收生的量少得不得了 長久下去是否對學生學習最好 要值得相確 因此我覺得將來的發展 無可避免地 自資院校裏面有些是 我看到的質量都不錯 還有有規模 還有學習環境好的 也能夠有機會發展 大院校已經發展到這樣的階段 應該集中多些做研究型的課程 以及將研究更加精進 但這會不會影響他收生 其實也沒有影響 因為我們都有自資課程 不過是以研究碩士課程為主導 但收生並不是很大影響 再加上如果單是靠政府的資助 我們不可以營運 因此八大院校自己本身的自資課程 都很多是用碩士課程去做工作 我覺得我提到的觀點 阿偉華說 香港搞產業化是錯 我個人覺得不一定是一個很錯的問題 因為你看看其他海外 那些成功的全球城市 都有一些大學群 他收好很多國際生 但香港的確地方少 但如果是在灣區發展的話 會不會未來有方向 自資院校去灣區裏面 開他們的聯合大學 令到他們的生員更加多 其實我相當理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